欢迎回来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有请当事人邀请的府参选 宣布参选台南市长的老理长陈永和 我们刚刚提到他的故事 他参加抗争北上抗议 后来被送法办 民进党只有林淑芬委员 新北市的立委申援他 然后他看到就是说 从苏汉治以来到赖清德 现在赖清德也做了院长了 结果民进党执政 如大汉之望于你 结果并没有下上甘霖 三月间的时候他前往抗议 结果两年多前才说 要声援他们的徐国勇 再朝围观 结果看到他用啊用啊 他划了手机就过了马路 根本就没有搭理 那现在呢 陈永和他上了这个法院之后 他还是继续开炮说 台南市政已经坏死 感慨蛮深的 被一气之下 老理长就参选台南市市长了 那个理长可以跟我们讲了 我从那时候 他们都难够了 我夫人跟他与头 有了我的老伯爺 夫人跟他说 那个是孤雄啦 我都与头 哎孤雄 啊我老理啊 他在台南的时候 我都吃过饭了 我老理啊 我说 哎勇啊勇啊 你没来搭三天 你走你走 他当时没听话 他手机过他的马路啦 不理嘛 他以前有两年多前 保证你们说 可能要深远你们的抗争嘛 有吗 在台南吃饭的时候 他说 这个事情 如果在他们是不行啦 这个一定要来好好处理 他一定会搭三天 不然他没来这 我们来到这 他又骗到当时没看呢 把手机就过马路了 所以他会不会说 你自己异乡情愿 他根本就不认识你啊 那就是他们家的事情啦 他人家拐做拐 那就是他的事情啦 我没关系啦